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属于一个叫极度强势的一个表现的这种盘 我们想这个行情我们也在这个之前的一个节目当中 特别跟各位强调 六月布局七月就带给各位翻身 那毕竟这个又是一个波段 是属于一个叫做嘎空手的一个行情 又是一个展开 这个新的一个嘎空手的一个行情 新波的一个展开 所以说我想我在这个波段的这个 这个当下我们当的话还是希望各位 有行情有花勘者 持续者 有行情 你就要做有行情的工作 不要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有所参与 不要就是说这一个波段 这一点这个波的一个所谓的万点行情 你又白白浪费掉这么一段的一个行情 那之所以我们在从这一段期间 我们也很清楚告诉各位就说 为什么这个又是一波新的一个 嘎空手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开始 我想各位你不妨密切去观察一下 包括我忘记这根带亮的一个黑K棒 这根带亮黑K棒 这一天是刚好是这个MSCI季度调整 MSCI季度调整 台湾遭到这个双降 那变成说在那一天 尾盘收盘 收盘最后一笔量做个快速的一个爆量 那爆量的话 当天是属于叫黑K棒的一个压回 黑K棒的压回 那重点这个5月31号这一天的一个 带亮的一个黑K棒的一个压回 那我们也很清楚的 很清楚告诉各位 这个又是一段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展开 那毕竟我想 之所以会获得这样子一个再度的一个验证 我想这个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在昨天 昨天的一个台股大盘 它是形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昨天台股大盘是用一个直接跳空 直接把这个前坡 这个大量 这个MSCI纪录调整 那一天的一个这根K棒 直接用一个跳空的一个方式 直接跳空跳过去 那跳过去我想 这是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之前的这些高档的这个压力区 在昨天这根跳空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做一个强势的一个表态 强势一个表态 一定要过 一定要过 那这个是之所以我们在之前也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以往 就是所谓的一个叫万点行情 我们在当时前一波那个转折点 从4月20号当时细为2天 这个转折点我们帮各位掌握的丝毫一天不差 这边指数是来到9622点 这波修正我们很清楚告诉各位 又是一个叫做绝佳的一个买进点 我想从这个点数一路到今天又做一个持续创高 这个已经是一段500多点的一个行情 那重点我想就是说 这个波段我们很清楚 告诉各位进入到一个叫做下一个股票箱 那我们就当然都要希望各位 你无论如何买一定要勇敢买 勇敢买我想这个策略的一个重点 我们到今天依然不会去做任何改变 强势多头版盘 那各位你一定要有所参与 不要又白白浪费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行情 那尤其我想以今天这个量能做个集收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叫很正常的 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那毕竟透过昨天这个 形成一较温和补量的一个上攻创高 我想这个 这个很K 很K棒 是属于比较跳空的一个K棒 那只要这个跳空缺口 不要去做个回补的这个前提之下 后续恶化不说 都还会形成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往上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这段行情对各位来讲又是一段令您兴奋的一段行情 那当然的话再三强调不要再做个错过 那尤其在这个波段我想各位就说我们在昨天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跟各位强调 这个波段多头是无庸置于 那当然的话要不要买股票 这个答案很清楚很确定 要买一定要买 那至于我想在这个阶段点 各位你操作面的一个重点 如何买买什么样的个股 我想这个才会是各位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课题 那至于要怎么样子来买 我想我们连续几天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跟各位强调 目前这个台股大盘量能不是太够 量能不是太够 那变成说它会形成一个叫强势的一个轮动 个股的轮动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之所以就说个股轮动速度快 那我们就当的话建议各位 要什么样子来做买进 我们希望各位 你不要用一个追价的一个形式 你不要去用酒 那你就趁一些要买什么个股 我想这个我们买 唯一买一个叫做强势的这个多头个股 强势多头股 我们买这个节目点 我们就买这种形态这种个股 那尤其就是说强势个股 我们就说不建议各位去用一个叫追价 用这个追买 我想我们连续几天给各位列举的太多太多 这个这个这个case 追了马上就套 追了马上就套 像建顶3630这个像新巨科 这边涨停 隔一天又几乎全部吃光光 新巨科包括像4906的这个像这个 正文的部分 藏红之后隔天藏黑 我们真的不建议各位去用一个买 就是说追价的一个形式 去做一个买进 那你要怎么样子来买 我想每天跟各位强调 我们就趁这些强势多头个股 做一个叫做回测修正 一个重要支撑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就带各位来买在这种 所谓的一个叫它的一个奇涨点 奇涨点 那我想我们就套用一句口诀 就是说这种强势的这种 所谓的K棒的一个第一棒 我们就是带各位去买在第一根K棒 那第一根K棒我讲 是属于叫强势转折的这个第一棒 那我们要带给各位 一切入 切入就是要马上赚 切入就是要马上赚 那之所以我们带给各位 这么样的一个口诀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你最有一个效率 甚至包括就是说 最具有安全性的一种买法 你就说趁这些强势个股 一个修正拉回 他刚刚好 这个起涨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带各位来做买进 尤其这个 这个很标准 我们这个快打部队 我们的一个做法 你就趁这些强势个股回撤 做个起涨 手撑做个起涨 你去买这种股票 我想你又是买在一个起涨点 那相对于我想这个 效率最高又是最安全 我想这个阶线 我们还是有一个 我们要追求这个利润的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仍然会要有一个叫做风险意识的一个考量 那买就买这种所谓的一个叫做强势多头股的一个回撤 手撑的一个买点 我想你买在这种转折的D跟K棒相对应 获利的一个价差 你一买进 二话不说就是要赚 就是要赚 那各位一定都还记得 就是说你不妨都可以 看看一下各位你这个Light at 前天Light at当中 我老师我们帮各位去提示 哪一些个股都是属于这个叫做回撤 强势多头股回撤这个起涨的买点 那我们就说各位你就说 有加入我们这个Light at的投资配方 你不妨都可以去看一下前天 前天我们提示给各位的这些个股 那我想这些个股票我们稍微review一下 我想包括像这个6207的像雷科的一个部分 我们放大一点 他这个波段修正走出这个月线支撑之后 每天创高每天收红 这雷科的部分甚至包括像2439的美绿 同样每天涨每天涨 我想到现阶段为止天天都是涨天天都涨 你买在这种转折这种买点的话 转折这种强势个股的强势转折的D跟K棒 你做买进我想一切入就是马上赚 一切入就是马上赚 3673这个TPK 一样每天天天涨天天涨 包括像这个8011的像台通的一个部分 创高回撤 距限支撑做买进 你一买进这个起涨点之后 后续就是天天涨天天涨 所以我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一个策略就很清楚 你不需要去用一个追价的 那你就趁这些强势个股 再做个回撤手撑 刚刚好做个起涨 那我们带各位去做个买进 强势这个转折的一个D跟K棒 带各位去做买进 后续很简单 这个结果一买进之后 你的结论就是会马上赚 马上赚 那我想这四党标的 我们全面性都已经在前天 前天都已经直接提示给各位 那一样事先分享给各位 那为了是要还是要不妨 要问一下各位 您赚到了没有 我想这是个重点 往这些跑的这种个股 我们也毫无保留无私的 在前天我们就直接分享给各位 分享给各位 到目前三天 都是每一根都是每天涨 那当然的话 你买进的投资配合 你一定都是获利 那毕竟就是说 往以这些个股 昨天全面性四党全面大涨 昨天全面性又是全面续涨 那变成说我想到下个礼拜 再形成叫急拉 那我们的快打部队的策略很清楚 一急拉 我们一样持续 会带各位来做这趟 实现获利的一个动作 来达正我们这个叫 周周赚10%的一个目标 那我想这些标的 我们也毫无保留 事先分享给各位 分享给各位 你又没有去赚到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那为了是我们在今天 有特别帮各位去聚焦 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 有跟各位分享的一档 胡椒蝦 胡椒蝦又香又辣的 这档胡椒蝦这档个股 那这档标的一样 它是某个次产业的一个获利王 某次产业的获利王 第一季的获利年增 是快接近六成的一个成长 获利王那当然的话 现阶段就有它的股价 跟它的一个本益比 相较于其他个股来讲 在同产业当中 它是赚最多的 毕竟股价还相对本益比 它严重偏低 那已经修正尾声 准备做个发动 那我想这档标的 又香又辣的胡椒蝦 这档个股保守估计一张 会有20块钱的一个价差 等于是一张你就有2万块 买个10张 20万的一个价差的一档标的 当然这档股票 整理到尾声 强势转折的地方 切入切入要带各位马上赚 这档标的 今天我们已经带进了 那今天一样是 量缩 价 价 量缩价 开始要做个准备 要做个启动 我想这档标的一样后续 为了说要带各位来改变历史 创造袭击 准备要再做个改写 历史新高的这档标的 我们保守估计 一张20块钱的一个价差 你一张就有2万块 10张就有20万 这个一个价差的一档个股 那外老师我们在今天 有提供给各位 我们这个6456的 这个优惠的这个专案 那所谓的6456我想 之前6456GIS 三担你都没去找到 贪到的到处 比喻 我想我们今天这个6456 这个专案 我们做最后一天的一个推出 这个到这个礼拜做个截止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6456 就是说各位你只要一个月 用6456 6456的一个价格 来入会这个专案 那变成说我们这档胡椒虾 后续到下个礼拜 礼拜一会实现 带各位买在 当那个转折的一个D跟K棒 然后一样实现 带各位一买就要马上赚 来快打这个部队的一个策略 好那今天节目该我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至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